我回郑州第一件事情就是结束分房税 我们结婚是目前9年了 之前分房税的时间一共有6年左右 回来郑州已经两三天了 真爽啊 天天大素颜在家的 然后顾着收拾卫生 都忘了把自己收拾一下 今天准备给自己再化一个美美的妆 我回福建其实是基本每一天都在化妆的 戴妆时间都是超过12个小时以上的 基本八九点化妆 然后到晚上下半夜了才卸妆 早的话也得一两点才把妆卸了 然后我一直在用的一个粉底液 之前我也给你们推荐过 就是这个瑞丽的BB霜 这瓶已经快被我用空瓶了 我回福建只带了一瓶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它戴妆时间是非常长的 而且十几个小时以后 你的脸不会有任何的浮粉 也不需要补妆 更不会暗沉了 涂了防晒就可以上BB霜 我感觉就剩这么一点点了 我看看里面 真的就剩下二分之一了 用的时候你们取按个半项 在你的手心上 然后再这样子给它搓开 再均匀的点到脸上 我教你们这个方法是完全不会浮粉的 化妆的手法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点到脸上所有的位置上 这个美妆蛋是被我已经沾过水了 一般要沾一下水 然后再上脸 不要用手直接擦 那样子上不均匀的 而且那样子不管你是再好的粉底液 再好用的粉底液 它余地都会脱妆 拿这个美妆蛋拍打 我记得我回福建的时候 我沈沈说 哎呀你眼里用什么妆 什么粉底液 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你的粉质感 这款真的是非常好 完全看不出来 那你的皮肤呢 是那种很发亮的那种水光机 任何皮肤都可以用 我现在呢 已经把我的底妆给上好了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用后置摄像头给你们拍的啊 它会上树比较清晰一点 我们来拉近距离看一下我这个毛孔跟这个粉质感啊 后置摄像头觉得两个脸呢都是不对称的 再近一点 能看清吗 我现在是上一家散粉 定一下妆 现在呢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妆容啊 是不是可自然就是这个底妆 现实中看到就是没有我拍照看起来这么浓 其实我化妆真的不浓 我回郑州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结束分房睡啊 我们结婚是目前九年了 之前分房睡的时间一共有六年左右 就是大概我怀二胎的时候 就是大着肚子的时候开始分房睡的 然后这些原因我们之前都跟你说了啊 现在我终于结束了我们的分房生活 听取了一些粉丝们的意见啊 夫妻之间呢确实不应该分房睡 不应该说明明在同一个屋子里面 白天活得像兄弟 晚上却是邻居 这样子呢是对夫妻感情呢 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说没有影响是假的 之前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影响的时候 是因为孩子当时还小啊 顾着腰无路啊 震浪的顾上那么多嘛 没有考虑到说两个人的感情 到现在这两年孩子大了 就是因为一些分房睡的原因啊 影响了我们两个人 经常都会互相猜忌啊 不信任啊这一系列的 所以呢 我把我老公请到了我的房间睡 现在就是这个呢 是我们的主卧啊 我们家的房间呢 是三室两厅 还有一个厕所的啊 就属于那种小三房 平方数都不是很大啊 房间除了主卧会稍微大一点点以外呢 其他的房间都不是很大 这个房间呢 是小孩子的房间啊 然后 我女儿跟我儿子睡了 你看他俩的枕头 我多放了一个枕头在这边 因为我怕他们有时候会掉下来 我女儿睡里面 我儿子睡外面 就怕他掉下来 所以我就多放了一个枕头 有时候呢 嗯 现在 我儿子他四岁嘛 刚开始 分开睡 他有点不习惯 这两天半夜呢 经常都会跑过来说 妈妈我想你 大半夜大半夜三四点就开着门 哎呦 真的 还有一个房间是在这儿 就是在这个房间挨着的 我的房间呢 是在对面 这个小王现在在里面工作 然后这个房间就变成了一个书房 我女儿平时呢 都在这边写作业啊 这个女子还是我专门在这买的 原来这个就是一个书房 这个房间呢 就是要给我儿子 睡的 然后现在都被我拿来放杂物了 现在后面有一点点乱 这小王的衣服呀 一穿上就好了 然后杂物那边还没收拾 买了一堆乐高来拼 结果还剩下一点没拼完 我给放到那边了 这个房间暂时 我把床垫直接卷起来了 为了避免小王 他再次来这边睡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拼的一些乐高 这个是拼的一个乐高 拼的一个这个齐天大圣 这个摩托车 还拼了一个保时街911 我最近给我们家新增加了一些垫子 我把沙发垫跟坐垫都换了 换成是这种千鸟格的 看着呢 我们家会更亮一些 把沙发垫也换了 我觉得换了一种沙发垫跟坐垫 就是换一种心情 我也得配个眼镜了 老是戴乙型眼镜 我就挺喜欢小王这个镜框的 还是挺不错的 他这个我戴起来也毫无违和感 是不是 不是 要不我也买一个一模一样的 像是戴出去也挺好的 是不是 省得老是戴隐形了 戴了头疼 有时候像我们这种化妆 这个眼影跑下去 这个隐形眼镜里面 我的眼睛都像快瞎了一样 可难受 今天呢 今天还是比较分房睡 真的 你看像网上那些说分房睡不影响感情 其实都是假的 大家都是向往一种自由啊 觉得两个人就应该有各自的空间 但是如果你不做啥事 你需要啥空间 之前我也总吐槽小王打呼噜 让我睡不着觉 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最近就是我们回福建 天天睡在一块以后 跟回郑州以后 他基本都是不打呼噜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睡的比较舒坦的 原来他自己在他那个房间睡 哎呦 那个呼噜打的 他关着门 我也关着门 我都能听得到他在打呼噜 现在我也懂得不暖了 明天睡觉之前了 我也不会说 哎呀你快点来睡啊 都很晚了 我都会说 哎呀你快点去洗澡啦 我说好冷啊 你都像我的暖炉 如果你不来躺着 我浑身都是冰的 咱们家的暖气都不管用了 是不是 他一听这话 哎呀他觉得他自己作用挺大的 就会兴趣勃勃 赶紧洗个澡来躺着 分房睡呢 夫妻感情容易变淡 有的人说 哎呀我今天跟老公吵架了 不行我要分房睡 我是建议你们不要分房睡 俗话说得好啊 夫妻吵架 床头 吵床尾合 如果你们分房睡了 那又怎么合呢 是不是 那这个冷战是不是要持续很久很久 明明就是你们一天可以和好的事情 因为你们两个分房睡 你们要延续到半个月 一个月 两个月 甚至三个月 像我以前跟小王一冷战 一吵架的话 每一次就是半个月打底 最快最快 也要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还是谁都不搭理谁 谁都放不下面子的那种 天呢 大家都是各忙各的 晚上呢 一到家就是各玩各的手机 时间长了呢 感情真的容易淡 两人呢 也容易无话可说 过来人告诉你啊 夫妻再怎么恩爱啊 就是不管怎么吵啊 还是最终还是会睡在一块 所以奉劝现在分房睡的夫妻们 赶紧回到你们自己的床吧 不要这样子 跟我一样瞎争吵了 不然你的生活 可能就像我的视频里面 颠簸起伏一样的精彩 在我的视频里面 能完全很真实的去呈现每一个细节 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出门了 这期跟你们分享到这了 一家人要去采购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见啊 拜拜 拜拜